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一起来聊一下中共吹牛说2020年统一台湾 那现在是已经无法实现了啊 因为2020年已经过了 那为什么中共要吹这个牛啊 那他后面再继续吹牛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忽视掉呢 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首先呢这个说一下2020啊 2020年终于过完了啊 我们在前面的视频当中 其实也跟大家提到过2020年一整年 可以说就是被中共病毒给糟蹋掉了 全世界的老百姓呢都遭殃了 对吧 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当然出于人县区的可能最不好过啊 反而是在台湾的日子过得不错 因为呢我觉得台湾他真的是吸取了各种各样的教训呢 就是不再相信中共的这种宣传 然后他一开始就采取了非常好的手段 这个在防疫上做的可以说是全世界不说是最好啊 也是数一数二的了 对吧 所以台湾人民啊 台湾的老百姓呢日子过得不错2020年 所以如果说现在生活在台湾的朋友应该说这个幸福感还是爆棚的啊 当然可能很多朋友不太认同觉得什么大陆好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有点像这个围城的心理啊 而且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围城的心理啊 很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中共的这种恶啊 也没有看清楚中共国的这种这种困难啊 或者说呃他的这样的一个丛林社会 你生活在这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恐怖 很多人不太了解啊 这个想的过于美好了 所以呢 可能有一些人需要通过这个体验这个生活 然后啊才能够知道 当然很多人啊 我一说他也知道了 所以呢 总而言之2020年过完了 那我们一起来展望一下2021年 2021年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呢 啊有两张代表性的图啊 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两张代表性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啊 这个 我觉得这个设计的创意非常好 看见没有上面是2020 2是一个数字对不对 这个0是用一个口罩替代的啊 这个口罩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对吧 指的2020年一整年被中共国这个病毒给糟蹋了 对不对 所有人要戴口罩对吧 对不对 嘿这个2020这个创意非常好 然后到了2021年呢 呃是不是有什么好的运气呢 结果啊 你看看这个一变成了一个什么 变成了一个 一个打针的针管对吧 带一个针头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0还是口罩 也就是说口罩大家还得继续戴 然后呢 大家还得打针 对吧 这打针指的是什么呢 不是一般的针 就是疫苗 因为疫苗已经出来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大家要普遍要打疫苗了 所以2021年 那就变成了口罩加疫苗啊 我觉得这个创意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 就是从0变成1到底什么意思啊 就是口罩变到了这个疫苗 哈哈 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疫苗呢 能够战胜中共国的这个病毒 但是据说现在这个病毒呢 啊 它的这个变异 非常的明显啊 好像在好几个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啊 新的一年 希望能够更加的顺利吧 啊 真的 不希望这个kfk的这个预言说一年不如一年就这样出现了啊 啊那实在是太恐怖了 人类的命运也太悲催了啊 然后另外还有另外一张图呢 也是比较类似的寓意啊 这个说的是welcome2021啊 2021是什么呢 你看看啊 你看看啊下面是很多人的屁股翘起来了啊 这个这个不是别的意思啊 这个是上面的针头飞上来了啊 就是每个人都得打针啊 这个打针呢 就是打疫苗啊 就是全球化的疫苗啊 这个这个实际上规模实在是太庞大了啊 所以啊啊啊这个事情会不会引起更多新的风波啊或者是什么东西 那谁也不知道啊 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啊 希望是通过这个育苗呢 能够完全把中共国的这个病毒给去掉 但是问题在哪呢 就是中共国他这个病毒呢 如果说他都是实验室呃释放出来的话 他刚好把人类折腾的差不多的时候啊 人类刚好缓个劲了 这个育苗出来了 他是不是会释放更多新的病毒 或者说他的这个中共国也搞了育苗吗 他育苗里面如果再搞一些什么新的把系在里面 那是不是会出更多的问题 谁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问题呢 也只能是拭目以待 好在新年已经到了 希望这个给每一位朋友呢 能够带来好运 那么说到这个2021年呢 我们不得不看一看啊 这个在2021年中共啊 2020年中共吹了哪些牛呢 这个这个是南京军区的前副司令啊 他说呀2020年之前解放军必将武力收复台湾 这是什么时候的消息呢 你看啊这个是12月17号 注意啊这个12月17号不是说去年的 也不是前年的 也不是2014年的 是就在今年的这个啊 你看为什么呢 你看他说了啊 他说这个中将王洪光前副司令员 南京军区前副司令员 今日12月27号出席环球时报年会表示 美国后院总统川普竞选期间 两岸已走向爆发临界点 因为竞选嘛 美国大选他就是今年就是11月份之后嘛 所以他这个12月17号指的就是2020年 呃 两岸已经走向爆发临界点 川普无疑是根火柴 而2020年之前台海必然爆发战事 解放军将就此收复台湾啊 这是他的这个吹的牛啊 这个这个吹牛已经无法实现了 因为2021年了啊 但是呢呃我们是不是因为他吹牛啊 这个当然我们说他2020年没戏了 对吧 是不是因为他吹牛之后就把他所说的 所有的事都掉以轻心呢啊 因为当然他只是其中的一个前副司令的 一个观点啊他不能够代表所有人的观点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呃 中共的很多的所谓的这个中将啊 将军他们都喜欢打嘴炮 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呢 就是吓唬台湾人啊 吓唬台湾政府对吧 但是呢我觉得台湾不能够因为这个钓鱼精英 这个就有点像那个狼来了狼来了 对吧 他天天喊狼来了 但是有一天他可能真的是狼来了啊 就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啊这个习近平 习包子他他作为一个初中博士生的 他他很有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 第二个呢 未来人KFK跟我们预言了 在2022年左右台海必有重大事件发生 所以在这一段期间 我觉得台湾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也就是说面对中共的这种这种流氓手段啊 台湾一定要自己做好准备 就是对付流氓一定要做好武力准备 就是流氓他能够听得懂的语言 就是传统 你光跟他耍狗 呃口炮是没有用的 对吧 所以一定要记住啊 就是说啊2021年一定要小心抓住这一整年的时间 好好的充分准备啊 尤其是在武力上面这样的话呢 中共才不敢去贸然的动手 好 今天的话题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